原文哉族 原文哉族 才接上回 上回就讲到 那个杨怜就抓紫意 皇帝不能够现在马上登基 接王位 一定要找个好日子 然后才登基 今天是初一 初六就是好日子 好了,推迟几日 初六才登基 杨怜一聪明一世 做了这件天大的错误 因为朱佑教 他一日未登基做皇帝 他都只是太子,太子没有实权 不说得事 皇帝死前 已经教大了理选事 照顾太子 做个仰慕管理太子 太子未登基 前清宫 就由李选事 来到华使 是他的天下 一切由他作主 那么他在这几天之内 要他拉拢了一批大臣 跟着就下令 把你这十几天 把你这十几个顾名大臣 统统赶走 那你就大明江山都要变色 由李选事 华使 就在这个最危急关头 就在这个阳连一只脚 已经踏入万丈深远的时候 一个人救了他 这个人就叫做佐光斗 佐光斗 是安徽同胜人士 万历三十五年的尊师 现在是刀杀院的秦成 于是 他是阳连最忠实的战友 是东临党最勇敢的战士 佐光斗 虽然地位低 但是水平很高的 见识又很广 他气冲冲走到门口 一手就捉住阳连 接着一嘟口水就吐到阳连面上 然后就破口大骂 你猛了吗 这些事情都这样做出来 今天是错日 你要初六先 给太子登王位 喂! 还有五日时间 五日你猜会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到时你怎么收拾局面 你怎么对得起先王对你的信任 杨连一听好像被雷打中一样 哎呀! 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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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犯下不可遥数的罪过 怎么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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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王长子虽然已经离开乾清宫 但是还在王公之内 王公是归离选事馆的 是由他控制住的 他又拉拢了一批大臣在那裡 如果他硬搞什么政变 他将我们杀了都可以的 但是那时候呢 天昔以晚 王公的规矩 一到晚上 任何大臣都不能够留在王公里的 只能够穿包翻车 太子呢 也只好返回去乾清宫 哎呀! 这么难才走掉 又返回乾清宫 不返不行啊! 为什么? 哎呀! 因为皇帝的尸体还放在乾清宫 你太子是儿子嘛 要在身边受效的嘛 你怎么离得开呢? 再加上 王公虽然这么大 太子呢 你不能够随便找地方住 只能够住在你住的那个乾清宫 杨廷啊! 那晚整晚都没睡啊! 怎么办怎么办 整晚都在想 那个郑选事啊! 上一回被你这十几个老家伙 压了一次 硬进去抢走王长子 这次他精了 他还不派那帮太监守到实 你还能进去? 不行啊! 怎么办啊! 想来想去 哎! 只能够又找回王安出马 王安这个老太监 真是厉害啊! 确确实实是一个智慧和奸滑的结合体 他回到乾清宫 找到个理选事呢? 又压又哄又客 居然出乎任何人预料嘛! 他真是搞定了嘛! 那个理选事呢? 放回太子出来嘛! 其实呢 这件事呢也很难说的啊! 大势已去的嘛! 你理选事 再恶啊! 你手下无兵无将的嘛! 你没办法死守乾清宫的啊! 到时这帮大臣 真是反起面 带领人马攻进来 那自己连命都没了嘛! 故事呢 他又不敢说坚持不放任 最后还放了个太子出来 他自己呢 就赖死了乾清宫 多大都不出来的了! 那天呢 已经是初二了嘛! 杨年呢 见到太子放了出来啦! 立刻就走第二步棋呢! 由利部尚书周家母 和义使左光斗 一起上梳 要求李选士 立刻搬出乾清宫 因为乾清宫 那是皇帝的寻室李选士 并不是皇后 所以 他应该搬出去 这个意见呢 就十分聪明的啊! 因为李选士呢 他到底是个皇妃啊! 你这帮大臣呢 你不敢冲进去 硬硬抬走他的啊! 最好的办法 就只能够逼他自己搬出去 他一离开乾清宫 以后就不准他接近身任的皇帝 那他就没办法控制到皇帝了嘛! 这个 真是一个绝妙的好的想法 不过 说就这么说啊! 你又有什么办法 叫他自动搬出乾清宫呢? 于是 左光斗呢! 就主动做了这件十分艰难的任务了! 他写了一份非常有名 认真恶毒 凶狠阴濕的就说! 内容呢! 是说! 你选士 你又不是皇后啊! 所以你不能够住在乾清宫! 这句说话呢! 都已经认真不客气了! 不过以后的说话更加恶毒 更加难听 他怎么说呢? 他说 朱游教太子呢! 刚刚十六岁了! 乃是 青春期 你们青春期的少年很容易冲动的 如果跟你住在一起 那就不太合适了! 哟! 说到这样就已经非常怒骨的了! 至那个左光斗更加画龙点睛 他指出 武士之乱 在言于今 将有不忍言者! 喂! 所谓武士就是毛泽天 毛泽天是唐太宗的妃子 后来呢 他又嫁给唐太宗的儿子 唐高宗啊! 直是影射 喂!你李选士啊! 本来是朱尚乐 即是明光宗的妃子啊! 朱尤教是朱尚乐的儿子啊! 如果你是毛泽天啊! 那你嫁给朱尚乐之后呢 又嫁给他的儿子朱尤教 那就很难搞的! 这句话 同时又暗示 你 李选士 现在赖死 不肯走死 都要留在乾清宫 你无非是想勾引皇帝的儿子啊! 嘩! 一个女人 要勾引自己老公 两儿子啊! 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过分啊! 敢骂人家! 何况 左光斗 还是个独书人啊! 是有文化的独书人啊! 唉! 不过也很难说啊! 独书人呢 往往是 最无耻的 最流亡的人来的! 李选士呢 就看到这份咒接 就害怕了上来嘛! 即刻就派人去找左光斗了嘛! 要当面说清楚 谁知道左光斗呢 十分干脆答覆 我是御史 皇帝照见我 我就去 我只会跟皇帝说而已 你算是什么人啊! 居然要找我 懒你呢! 九月初二 这份咒疏呢 就送到朱尤教手上了 那朱尤教看完呢 就没出声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完都根本都不知道左光斗说什么! 哎呀! 这些都是怪他老爸 朱尚乐啦! 朱尚乐几十年里 一直都受过郑贵妃欺压 他老爸又冷落他不理他 他整天躲躲躲躲躲 自身难保便 又有心机教儿子读书的啊! 所以这个儿子啊! 朱尤教啊! 没什么教养啊! 除了识斗木呢! 大字都不识几个的! 他看完这个左光斗这份咒疏 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好彩呢! 身边有个老太监王安在里 王安就一一讲解给他听 还加油加草 勸这个朱尤教 一定要将李选士赶出乾清宫 要不然就大难临头的啦! 到九月初四 李选士呢! 收到消息了! 知道人家想赶出乾清宫了 他立刻派人去找杨年来谈判 希望能够继续留在乾清宫 这个李选士呢! 这个智商呢! 跟万力的那个郑王贵妃 其实呢!都不是差得很多的! 都不厉害得人家多少! 不过呢! 他派出去谈判的人呢! 就非同小可! 这个就是太监李俊忠 就是将来改名的魏忠賢! 那时候魏忠賢未发达啊! 和普通的太监嘛! 杨年当然看不起他啦! 一开口就问 李选士 什么时候搬出乾清宫啊! 李俊忠就恭恭敬敬地说 李选士呢!是先王! 指定由他来负责教养管教太子的! 那让他留在乾清宫呢! 其实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杨年都煩不客气! 你记住跟我告诉他啊! 现在皇上就要登基了! 要他立刻搬出乾清宫! 乾清宫是皇上住的! 他绝对不能留在那儿! 如果他听话呢! 我还可以保留他的封号 和他的待遇 如果他不听话 还是这么冥还不灵 你就不要怪我手下无情啊! 到时我重重处置! 李俊忠呢! 他就没办法! 一尾鸟鸟鸟鸟就在啦! 刚刚准备离开了! 杨年又挨回他转头! 喂!还有你啊! 你亦一样啊! 你自己会脆点! 如果不是我亦重重处理啊! 李俊忠现在无权无势 只有碰头虾腰就什么都答应了! 但是他心中不分 想着终须有一日我要炮制你这帮家伙! 不过李俊忠呢! 他死不甘心! 他到处去找人 又找着那个首富方崇哲 求他出面! 让自己留在庞青公 那时候李俊忠 虽然没有了皇帝朱常乐做靠山 但是啊! 朱常乐一直都很宠他的嘛! 他现在手上又拿着个太子 说是太子的养母啊! 所以他还很有权势的啊! 很多朝中的大臣呢 仍是肯帮他的啊! 到六月初五啊! 就是皇帝登基的大日子呢! 李俊使就是不肯搬! 袁年呢! 就就立刻去找首富方崇哲啦! 请首富出面召集大臣 一起去逼离逝事搬出前清宫 谁知方崇洁态度突然间转变了 以前他都支持杨年的艺价 他改口 不用这么搞吧 在那阵才要他搬都不迟啊 用什么做得这么拙啊 杨年就心知肚明了 这个方崇洁一定是跟你选事打通通的了 杨年就大声鼎我来 那明天皇上登基 那难道要皇上去别的地方住 将乾清宫让给这个女人吗 方崇洁就没出声啊 杨年就知道 糟糟糟 情况不妙啊 如果这回 李选事斗赢了 留在乾清宫不搬走 那么他做了半个皇帝了 可以指挥这帮大臣的啊 于是那天 杨年是由朝到晚 逐个去游说那帮大臣 杨年是念念不忘 朱常乐 对自己的赏识和信任 特别是 朱常乐将太子交给他照料的嘛 所以他判死 他都要保住太子登基做皇帝 他尽了自己的力量 去游说那帮大臣 那帮大臣呢 也都为杨年这种 那么忠诚 勇敢的态度所感动 于是大家就一起去到乾清宫 杨年带头 要李选事立刻搬出去 李选事不肯吧 这回杨年反面了 如果你不搬呢 我就死在这里 我和你玉石俱焚 我放火烧屋啊 死就死了一堆 哇 那个李选事呢 本来是十分凶狠 阴毒的女人嘛 一直都欺负朱尤教 小弟哥而已 而且他想到 他又拉拢了一些大臣嘛 但是 现在他害怕了 因为面前 你这个杨年 确实是个不怕死之人 讲到早到 他真是放把火 玉石俱焚 跟你一起死一堆的嘛 于是 这个李选事就怕了 好了好了 我退出乾清宫 保留待遇和封号 就是了 这个恶人 藏始 退出乾清宫 以后 就无影无踪 无人知道他的结果了 也没人去问的了 那他那帮随身太监呢 也都只好跟随他一起离开了 但是 有一个太监不走嘛 他留在那里嘛 为什么呢 他知道 他的命运还未终结 因为 他已经找到另一个主人 他找到一个女人做靠山 在这个女人身上 他找到 令人不可思议的前城 他还找到一个大名 魏忠燕 喂 魏忠燕 他找到一个什么 那么重要的靠山呢 欲之后事如何 写到下回分解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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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